各位學員大家好 我是高雲州知識 陳中和 今天也高興認識大家 参加這個台灣民主府的法理課程 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請問各位 中華民國還有嗎 中華民國還有沒有 真的是沒有了 因為1949年11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宣佈成立的時候 中華民國就已經沒有了 為什麼中華民國還在台灣存在 流亡 要騙台灣人 騙台灣人 現在不是還有中華民國總統嗎 在台灣只有台灣有而已 全世界都沒有了 就是要台灣 所以中國一直常講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在1949年11號就已經滅亡了 就像當時的中華民國推翻滿清政府 推翻以後滿清就沒有了 大家認同這個 這個嗎 所以 今天我跟各位上課說 先讓你們知道 中華民國在台灣是已經沒有 全世界已經沒有了 但是他存在在台灣 台灣 他流亡來台灣 他流亡來台灣 中華民國流亡來台灣 中華民國流亡來台灣 這個 1912年到1949年 就沒有了 這個 這個各位沒有看過這個新聞 美國首度公開 否認中華民國是國家 這在美國發表的 為什麼中華民國這些政治人物 或者是高層都沒有人再去講 一個 一個 國家 被美國講說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但是卻在台灣一直跟你們講 中華民國還有 中華民國總統 中華民國什麼 包括 你們去 診所或者醫院 那些證書 醫生的證書 中華民國幾年幾年幾年 你去附贈哪裡辦 都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各位知道這個邏輯 都就是沒有了 為什麼美國會講中華民國 否認中華民國是國家 因為他流亡了 流亡來台灣 台灣的台北 所以你們出國 奧運比賽什麼 叫Chinese Taipei 你們有去思考過為什麼 為什麼Chinese Taipei 有沒有思考過 還是就是他的洗腦教育 就中華台北 然後一直在罵全世界 在打壓中國 在打壓台灣 其實不是台灣 那是台灣的新聞在 給你們洗腦 說中國或者全世界在打壓台灣 其實不是 是我們的法理 我們台灣就是 那個中華民國就是 中華台北 各位認同嗎 我講到現在的話 為什麼美國 都是美國在講 沒有日本 沒有法國 全世界大國 就只有美國在講 否認台灣 否認台灣是主權地位國家 還有否認中華民國是國家 都是他在講 昨天 蛤 對對 佔領中 所以 像昨天你們上過Mew長的課 嘛 究竟三明條約第二 二十三條A 講得很清楚 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所以只有他有資格講話 馬英九 陳水扁李登輝當選總統後 他要就職 他都要 美國賀電 奇怪 為什麼不拿 日本的 法國的 德國就一定要 都都等美國 為什麼一定要等美國 什麼都是美國獎 不是之前有講要入聯嗎 入聯合國嗎 你不是國家你要怎麼入聯 入聯合國 必須要國家的身份 台灣或中華民國對聯合國 不是一個國家 奇怪 這個新聞這樣報 一個 一個 國家的新聞在報 國家的地位 自己國家的地位的時候 為什麼這些政客什麼的 頂多吵一下 就不會繼續往下延伸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去 一直把這個 這是一個 台灣人 台灣人出去 台灣人出去到國際的地位 為什麼這些政客都不講 因為他們是同一個中華民國體制下 民主黨昨天也提到中華民國體制下 就是說 所有的民進黨 包括所有的黨派 所有的黨 都是登記在中華民國 這兩天有出新聞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 台灣民政府 講車牌的事有沒有 這兩天 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你們去上網搜尋看一下 他講台灣民主府非登記在 登記有案的組織 奇怪 台灣民主府沒有登記在中華民國體制下 因為我們以前 我是在屏東 今年的三月份 我們要去 查那個民政府旗 查那個省道 整個要查起來的時候 我們就去環保局 環保局給我們查 他說 台灣民主府沒有登記 我們就想辦法 用一種方法 他就給我們去查這個旗子 你去想 我跟你講喔 我們沒有登記在中華民國體制下 我們卻不會怎麼樣公開在這個地方 搜尋各位 搜尋各位 來公開這邊上課 沒有任何檢調單位趕過來 沒有登記喔 你包括美國在奪先進的國家 你一定要登記 你才算有案 我才有資格 沒有我才有 才可以那個監督你 但是我沒有 完全沒有 沒有登記在中華民國任何一個單位 我們卻可以公開這樣上課 公開的發身分證 你們去反向思考一下 這個不合乎 一個正常國家的體制啊 是一定後面 我們後面有一股力量 在替我們撐腰 要不然如果依國民黨這種手段 他一早把你衝掉了 對不對 而且他為什麼去抓車牌 他為什麼不來直接來中央 你們去思考一下 為什麼不來中央 對不對 陳水扁 下任一個多月 他就把你 摳起來了 對不對 這個 這樣思考一下對不對 陳水扁一下任 他就抓起來了 抓到前一陣子採訪出來 為什麼 我們最大領導人就林志森秘書長 我們就是一般我們平民而已 沒有任何背景 他不敢來 不敢來喔 他只利用媒體攻擊 媒體一直攻擊 攻擊三年多四年多了 到現在這個單位 還沒有人 還沒有任何檢調來 一直說不好 一直說怎樣 但是他不敢來 你像我們全台灣 現在台灣民政府 中央就在桃園 然後六大洲 宜蘭州 台北 新竹 台中 台南高雄 都有總部 是總部喔 還有各軍 50個軍的辦公室 沒有任何檢調來 沒有任何檢調 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沒有登記 檢調不敢來 你聽到意思嗎 檢調不敢來 因為我們是控告美國 MUZA 2009年控告美國 2009年判決 他就承認 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舊金山兵條約裡面寫的12除 所以我們完全依照法理 我們所有法理就是說 我們全部依照 以前在二次世界大 我們的舊金山兵條約 我們的歷史真相 包括日本天皇 在台灣下招書 1949年4月1號 在台灣下招書 這塊土地邊塌了 我們全部照這個 中華民國他是流亡來台灣 像我們前兩天的新聞出完以後 自由時報他也有出啊 也有反問我們的發言人 徐格林 我們中央內閣徐格林他發言人 他就反問那個記者 他說請問你們中華民國來到台灣 你們用什麼法理去發這個身份證 你們是流亡耶 你們不是來 不是我們台灣的耶 你們是流亡來台北耶 你怎麼發身份證 而且還寫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已經沒有了 你還中華民國 那是在騙你們台灣人 你們現在身份證拿出來是不是 中華民國 對阿對不對 對阿 真的 對阿 中華民國已經沒有還在發 身份證跟副照 這個很重要 我會把這新聞拿出來 我現在就是要把法理 把我們台灣民眾的 民眾長的法理 然後融到現在我們所有的新聞 包括一些台灣台灣的那個 那個一些地位 呈現出來那些地位 否認中華民國是國家 美國講話了 這些新聞都是在 我有看過這些日期 都是Muza在控告完以後 大概美國就一直在釋放這些訊息 讓你們台灣人知道 但是台灣人 麻痺了 冷感 無感了 為什麼 因為 講白點 他壓在你們 讓你們生活很困苦 你就不會去 管這個政治 跟國家的事 我就沒有 就像我們現在 在找新人來搜訊上課 以後要當國人員 我現在就準備沒頭了 你還要去想什麼 就會這種感覺有沒有 他就一直要 讓你們 很辛苦過 中華民國身份證 你現在 你們每個人都拿這個 美國否認中華民國是國家 你又拿這個 有沒有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我們徐格林發言人就跟他 記得講 那你們中華民國流亡來台灣 你們 用什麼法理去發 發這身份證 像我們這樣 民政府有在發這個 有在發行 美國準的發行的這個 台灣政府身份證 我們依照 我們依照究竟這麼一條約 美國是台灣主要佔領全國 還有 裡面一些 我們是有照每個法理在走 但是他呢 沒有 而且他是流亡來台北 就像達賴喇媽流亡去 德蘭沙拉 他只有在那個城市 每一個流亡政府都要 他只曲線在那個城市 不可以整個 整個國家被他控制 但是他流亡來台灣的時候 那來台北 他就控制整個台灣 還有那個國旗 中華民國的 這個國旗 人家給你講 還有護照 這叫中華民國護照 各位 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顏色是墨綠色 你們有查過嗎 墨綠色是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海關那些外交他們都知道 出國被調過對不對 因為他知道你不是國家 還有就是流亡 或者是難民護照 就這個 顏色是區 在國際上 護照是用顏色區分 所以我們進出海關 我是商船船員 以前我們常出國 他只要看到這個 你就知道 你這個 他可以欺負你 因為你不是一個主權 你不是一個國家 或者是流亡政府 就是你的地位在國際上 是很低的 或者是難民 就這個 但是你東南不知道 還不知道就算了 還在那裡再加一個中華民國 對不對 中華民國沒有啊 然後在下面寫一個台灣 講到這個 不是民進黨常講嗎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民教中華民國 有沒有 應該蠻多民進黨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詞很奇怪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民教中華民國 台灣哪有主權獨立 主權獨立的話 會有一個名字 比如說像美國 他就叫美國 英國就英國 日本就日本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請問出國以後 怎麼變全力是台北 中華台北 講到這裡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有問題你們可以 發問都沒關係 一出國 一出國以後 他們就講台灣 一回到台灣 那些政治人或 高層或馬英九 或蔡英文 他們一回來台灣 就講中華民國 就講台灣 出國就講台灣 回來台灣 就講中華民國 像我們有發行車牌 我們開了快兩年了 警察來我們下來詢問的時候 他會問 你們這車牌怎樣怎樣問 他說 這個路是中華民國的 有沒有 現在所有到入中華民國 請問一下中華民國的憲法 它也沒有包括台灣澎湖 各位有沒有知道這個 中華民國憲法 到現在還沒有包括台灣澎湖 它還包括廣東 廣西 就是沒有包括台灣澎湖 你們可以去 像年輕人好 你們可以上網查一下 我們講的都是事實 我們才敢公開這邊 因為我們的網路 是全世界在看的 不可能說假的 你去查 中華民國的憲法 還到現在不包括台灣澎湖 國際上從哪裡可以看出 中華民國流亡在台北 像常出國的話 都會遇到那個 你們都 有出國或者是有商務的 有時候會去進進化辦事處 奇怪 為什麼用台北 這個是在國外的 如果是真正的一個國家 它用的是什麼 大使館 美國大使館 日本大使館 這是真的 全世界都用大使館 國與國就是大使館 那是政府機構 因為國家代表 為什麼在國外 像越南印尼 還是新加坡 或者是美國全部用 台北經濟化辦事處 上面還掛這個 各位理解嗎 在國外 美國或日本 他在台灣也是掛 英國也是掛辦事處 商務的 你像英國前兩個禮拜左右 他也有公告 說他在台灣叫做英國代表處 你們去看一下 像這種新聞 因為我們讀過法理 我們上過這些課 我們在裡面上過這些課 在民眾裡面 我們才知道很多的細節 但是你們台灣人不會去講 看這些 你就去到國 就辦事處就好了 你們不會去想說 奇怪為什麼不是大使館 在國外就是經濟化辦事處 像有沒有人看過這個 出國有沒有看過這個 辦事處這個 住越南台北代表處 為什麼有台北 為什麼有台北 全世界都用台北代表處 為什麼不用台灣 如果你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公開用台灣嘛 對不對 你可以公開用台灣 我講的這些 如果你們遇到現在中華民國公務員 或者是類似外交的 你可以去問他 問了他不敢回答 為什麼不用台灣或中華民國 你如果說中華民國 這個又這個 這是那個恰人白 為什麼不用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台灣不敢用 用台北 為什麼中華民國流亡在台北 中華民國流亡在台北 就是他的 這是他的真正的那個地位 中華民國流亡 流亡在台北 所以他在全世界 他照法理走 他只能用台北 不能用台灣 因為他不能代表台灣 就像 那時候公告美國後 美國判決五點 台灣沒有國際承認的政府 台灣人沒有國際 所以目前我們是 中華民國不能代表我們就對了 只是美國後面再幫他撐腰 他是來台灣管理台灣 就講白點他是來這邊 帶美國管理台灣而已 對不對 台北經濟化辦事處 各位有沒有注意過這個 蠻1999任的時候這個 這個自由時報有報 我看一下這裡面有沒有 沒有 這個旗子 這是中華民國旗嗎 給你們猜一下 這是中華民國旗嗎 這是中華民國旗嗎 不是齁 但是好像是齁 有沒有 好像是齁 有沒有 包括那個 不是那個 那個什麼 圍巾喔 上青 下紅 中白了有沒有 都做得好像 有一段時間都做很多 很多年輕人去買 背著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不是餒 這是台灣民中旗 這在日治時代是那個 蔣衛水 對蔣衛水 他是大中國思想 反日本的 馬英九他們上任 在總統府裡面 用這個旗子 因為他們也要用民政府 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他要變更 所以他們 國民黨他們只用這個手套 用這個手段 再慢慢替你們台灣洗腦 他也發行蔣衛水的錢幣 各位有沒有用過 你注意看 蔣衛水 那錢幣 還錢幣 還錢幣對不對 就在那個 同樣那個時段發的 發錢幣 然後又用這個旗子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他其實不是 關到中華民國 卻用這個 你們可以 這個上網危機喔 我們就查過了 蔣衛水的 結果 好像沒什麼人反應 民進黨 國民黨不要講 民進黨 還有一些台獨的 沒有人反應 你不覺得很奇怪 中華民國體制下的 所有的 講不定就是利益分章 利益分章 我都敢 一家人 只我執政 你執政而已 今天 我們就一起 來騙台灣人 我要讓你們了解這一點 民進黨 民進黨有的 高層啊 包括立法委員那些 我們也有接觸過 他們知道啊 他們都知道 也有的 像我們今天 我們高雄做一個童星 他也是 現任縣議員的 助理 他也來上課 他就問他的 他的縣議員 就是他的老闆 說 我問我老闆 我老闆就說 中華民國確實是沒有 他們都知道 但是有薪水啊 有工程啊 有什麼都可以包啊 市場什麼 市場你們這裡 你們去選舉 選了多少 開車 免費跟他開車 免費跟他走路 免費怎麼樣怎麼樣 選到你有好處嗎 要職位 也要客氣來 對不對 這個我們 一般我們都遇到過 我們都有聽過 什麼提前來講 提前來講 這個 講到台灣地位的時候 為什麼民進黨 什麼黨什麼 全部不敢一直 一直炒一直炒 不敢一直炒下去 炒作下去 為什麼 他只炒了一下 就停了 他只做一些議事 讓你們知道 我有在講 這個台灣地位 這個呢 台灣民眾旗 民眾黨旗 上慶下文中白日 然後那個硬幣 現在好像在回收了 很少看得到了 全世界都有那個流亡政府 像這個 波蘭 波蘭 當時流亡在那個 巴黎 叫 波蘭 波蘭 巴黎 這是韓國 上海 當時 韓國流亡政府 他流亡在上海 所以叫 口令要傷害 就像現在台北 中華台北一樣 中華民國流亡在台北 法國流亡政府在倫敦 國際認定 法國倫敦 法國倫敦 因為流亡政府 只能借用其他國家的一個城市 不能 借助整個國家 1949年代表中國的政府 中華民國 被共產黨消滅 遷都佔領地的台北 當時是流亡政府 能 得到 講白點是美國叫他來的 所以台灣人很悲哀 講到外交關係 不是馬英九之前有講 外交修兵 有沒有 前幾年都吵得很那個 就是外交修兵 一個國家怎麼不可能沒有外交 一定會有外交 一定會有外交 要有朋友 為什麼中華民國突然就 馬英九講說我們要外交修兵 為什麼 你流亡政府 我們的外交 中華民國外交也是一些小國家 大國什麼加拿大那些 不可能承認他 也是一些那小小的 一兩萬兩三萬人的國家 有沒有 要用錢買 就叫那些國家承認他而已 跟各位解釋一下齁 你是被佔領地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美國佔領 我們沒有外交 我們外交全部是美國在幫我們處理 美國幫我們 因為我們是他的佔領地 我們屬於他管轄 我們不用外交 所以我們目前我們的 中央編制沒有外務省 以後編制 我們照日本模式 沒有外 外務就是外交 外務省就是外交省 沒腳步 我們沒有外交 全部是美國在處理 所以我們 我們發行旅行證件 旅行證件就是佔領地的人 佔領地的居民用的是 旅行證件 就類似我們的 講白臉事跟 護照是一樣的 護照是屬於主權獨立國家 或者是流亡政府那些在用的 我們佔領地就是很特別 叫旅行證件 我們現在有在申請了 全力是台北 中華民國 全力是台北 中華台北 民進黨也不講 這邊沒有民進黨的 參加民進黨的 一般來這邊上課會比較本土 比較本土 就屬於偏民進黨的 比較多 所以我們講完這個法理 有時候他會認同 很多很認同的 歐巴馬 這也是新聞 歐巴馬拒絕任何台獨主張 不能台獨 為什麼不能台獨 有沒有 有沒有 對 講對了很好 我們就是佔領地 如果你要台獨可以 買武器跟他打 跟美國打 那是不可能啊 因為他佔領我們啊 就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他轟炸我們台灣 現在一間而已啊 你要把他趕走 可以 買武器跟他打 就這樣而已 對啊 為什麼 日本也不講 法國也不講 就是獨獨 歐巴馬在講 拒絕任何台獨主張 什麼都是美國在發表 所以 從很多跡象來看 我們所有的事情 都是美國在插手 都在後面控制 就這樣 批條1 第23條A 就是美國 啊 台灣人從來不講 拒絕任何台獨 這是新聞出的 這則新聞大家有沒有看過 金門馬祖辦美圈 國籍進學圈啊 金門馬祖喔 金門馬祖有沒有人去金門馬祖當兵的 金門馬祖有沒有人去金門馬祖當兵的 喔唷 你做中國兵的 福建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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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台灣澎湖 金門馬祖 對不對 金門是福建神嘛 對不對 你去做中國兵喔 當兩次的兵 當兩次的兵喔 一個是台軍 還是金門套兵 怎麼會這樣子 不知道啊 所以說說 海醫外 還要入境規律 一月一五一的嗎 那時候是一五一的 一五一的齁 一五一的齁 一五一的如果 以後 截止以後 如果 民主長看民主長 民主長有講過啦 他會 要求一五一嘛 我不是 我們講到當兵齁 一個國家 是真正的一個國家 就像美國或英國 或者是每一個國家 賭權獨立的國家 他有一五一 就是要當兵 因為我要效忠 我要保護的國家 叫 真兵 就是一五一的 對不對 啊中華民國不是你的國家 叫我們去做兵 這兩年 對啊 啊最近不是那個嗎 最近不是 在 不能真兵嘛 就募兵 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突然變募兵了 而且馬一九一講啊 就算沒有兵 他也不能真兵 對啊 因為 欸 兵拉登 那時候不是 開飛機炸美國 那個雙子星大廈 後面美國就制定一條 符合這三個條件 你就是恐怖組織 剛好中華民國 剛好都有符合 你不是國家 然後擁有武器 有槍炮飛機嘛 戰車嘛 然後 到處徵兵 兵拉登就是這樣 他不是國家 他買武器 還叫人做兵 用兵 所以中華民國 完全符合 所以他就開始 海角大隊 海軍陸戰隊 憲兵 一直採啊 有沒有 採測啊 你去問他 上次有個軍法官 然後我們 潮州好內部服務處他講 我就問他 他說對阿都沒有啦 軍法官也沒有啦 他是軍法官啊 他說這樣沒有三軍啊 都沒有了 啊不是很奇怪 三軍統帥 蛤 你說那個 那不是誰 三軍統帥 馬一九啊 那是中華民國三軍統帥 對啊 像這個辦美簽啊 這個是AIT的官網 他直接 登陸進去 他就變成 缺納 所以金門馬祖那邊是 中國 中華民國 對啊 我們可以看一下影片 才麻煩 你們看一下 替外頭排一排站 準備辦美簽 但有民眾投訴 金門人要去美國念書 簽證上的國籍 竟然要改成大陸 中國中國才行 很多金門人啊 去申請美簽 要求被關上中國 我們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美國在台協會 不能因為金門是福建省金門 就把金門當的是中國大陸 有民眾認為不合理 因為手上拿的 明明就是台灣護照 天寫申請表示 卻要更改國籍 美國在台協會也指出 因為電腦系統分類 金門馬祖屬於福建省 民眾拜美簽十 國籍財會歸類China 一直以來都有的問題 詢問外交部也只說 要再研究 只是金門馬祖人 本來想單純辦個簽證 最後卻還要為了國籍傷腦筋 拿出不可思議 KB新聞總統 報導 有沒有 還要告訴你 沒有 沒有 金門馬祖辦美簽 國籍是中國 福建 對 你去做個中國兵 對 我要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其實這些 這些新聞 如果你沒有上過我們台灣民眾的法理課程 你直接看不見 你就是覺得 為什麼 台灣又變中國的這樣 其實 今天門馬祖不是我們台灣的喔 是台灣澎湖 而已喔 對啊 台灣關係的 台灣關係法裡面 你們可以去查台灣關係法 它也是在AIT官網裡面 講到台灣澎湖喔 就這個官網 你們可以回去查一下網路 或者你直接搜尋台灣關係法 它會進來這邊 這是AIT的官網 它不是寫美國大使館 是寫美國在台灣的一個商業協會 這個 英文的名字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協會在台灣 協會在台灣 為什麼不是大使館 對吧 你們有人出國去 去美國辦過這個 美錢的 你們就可以看到 所以 美國它也不講 反正你來 我就電腦是設定好 你金門馬祖就是China 我就是中國 你要教它怎麼改 它不能改啊 講到這個 這是13年的 你看 憲兵也才了 有沒有高雄鳳山的 高雄 有沒有高雄的同心 你們可以去鳳山憲兵隊 以前很大的 你可以經過那邊 以前很熱鬧 都是憲兵 很大的 已經關門了 關門了對不對 關門了 很大那個是憲兵 好像 司令什麼司令部什麼的 很大 對不對 都關了 關了你們台灣人知道嗎 也不知道啊 它已經裁掉了 都沒有兵了 嘿 你們現在如果家屬 或者是自己小孩 在部隊當兵的 或者是職業軍人 你可以去問看看 部隊沒什麼兵 包括門內埔海軍陸戰隊 也沒有什麼兵了 都沒有 奇怪 走一台沒有啊 對啊 有沒有 真的這事實 美國第一個 他先處理這些軍隊 因為軍隊 是他們那個 可以攻擊的吧 所以他要先處理掉 他兵要先裁掉 美國要控制 憲兵也裁掉了 海角大隊 海軍陸戰隊 之前不是海軍陸戰隊的老兵 去抗議嗎 他們以海軍陸戰隊為龍啊 怎麼被裁掉了沒有 沒有什麼了 所以很明顯 憲兵隊就沒有了 鳳山那個最大的很大的 啊這個你看 好鄰居 中立憲兵隊 都踩了 還有這個 國安部下令 塗掉戰機 國徽 這是有除夕文 這個 這截圖的 這個插連板沒有了 你中華民國 不是國家 你是流亡政府 你不是國家 你不能掛這個 國家跟國家在修正上 一定會有那個 國家的那個 像日本他就一個紅紅的一點 代表日本 現在中華民國的那個軍機都沒有了 還有戰車的插連板 你們去看 戰車有沒有 他前面那個 這個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了 也沒有了 沒有的時候 台灣人也不知道 陳軍35年的海角大隊 將走路立死 一個國家 不可能太 不可能太強流落 就是兵 怎麼會跳 一個國家的 不可能把 強的部隊 砍掉 然後留那些 什麼一些 沒有什麼特別的兵種 這個也在裁 海軍陸戰隊也裁 憲兵也裁 然後現在部隊沒什麼兵的 哪一個 司令部 司令部 有裁嗎 反正現在中華民國做的事情 不會讓你們知道 對啊 又一直要講說 中國會打過來 又一直在裁 我們 中華民國一直在裁兵 所以不符合那個常理 剛剛講到金門馬祖 中華民國 金門馬祖是那個中華民國的 還有平潭島 平潭島 最近不是平潭島海峽號在跑了嗎 平潭島 他那個三四年前 X4千萬以後 他就在動工了 那時候他是一個小漁村而已 沒有人的 沒人住 結果現在蓋得漂漂亮亮 一個地方 如果他是發展 人口很多 他一定人口很多 他才會去蓋房子 或者是商場 那邊是沒有人 就把地方蓋得很漂亮 那些網路上有這些資料 你可以去看 你就打平潭島 都沒人住 就蓋得很漂亮 在幹得很漂亮 什麼都有 為什麼 他迎接這邊的人 中華民國要回去 人啊 就中華 中國人 當時二戰後 流亡來台灣的 中國那些人 因為共產黨 不可能讓他回去中國 國民黨 共產黨當時是 內戰啊 內鬥啊 對 我讓你回來 我不可能讓你再回到我的 中國這塊領土 要不然到時候 你又給我搞組織 兩個人又在那裡修正了 所以就到平潭 平潭他有一個橋 沒有 是到中國裡面去的 他用那個橋控制 你有集中管理在那個地方 你們台灣人不知道 當時那個 台灣民主是詐騙集團嗎 像你們來上課 或者你們介紹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人講這個 台灣民主是詐騙集團 這個是2013的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說 新聞媒體一直講 我們怎麼樣 我們怎麼樣 但是從頭到尾 卻沒有任何一個單位 任何一個單位來這邊執行過 都沒有 我們詐騙什麼 沒有啊 你們這邊上課 要住宿什麼的費用這樣子 對不對 現在的媒體一直在 有點在 辦攻擊式的 就辦那個 其實也是一種手段 國民黨他沒路 他只有用媒體 來 抹黑你們 因為我們也被採訪過 我們都知道 你講的話 他回去就開始剪接 剪的就 你們聽的就是 好像在不知道民眾上 不知道的民眾就講你們詐騙 或者是 我們不是一個什麼的 不是 不是一個那個 政府承認的單位這樣子而已 剛剛我給各位看的 都是正面的報導 新聞有政府啦 我的意思說 一直報導一直報導 結果沒有任何的 這是13年的1月21號 同這一天我們在美國華盛頓DC號 有刊登華盛頓郵報 這一天 1月20號 1月21號 1月20號 3例也有來採訪 來這邊採訪 來這邊採訪 3例 3例 同一天我們 1月20號在美國華盛頓 華盛頓有登華盛頓郵報 這個是 中時電子報 然後3例也有來採訪 都是正面的 為什麼現在突然變負面的 告訴你中華民國的手段 要把你們拖慢一點 你們腳步 因為我們現在採訓人員已經 超過將近 我們是要4千吧 講法已經over了 就超過了 所以他現在知道 他也知道他要走了 一定要離開 講白點 我們在我參加快三年多 我們知道這個腳步 他一定要離開 中華民國是一定要離開的 但是他就是要丟煙霧彈 然後一直去抹黑你們 就像現在他去取締車牌 但是他卻不敢來 我們每一個單位 你來 連警察也不會來 很奇怪 其實警察他們也知道 因為我們掛紅牌 掛了快兩年 警察實際上跟我們講 他們都知道 他們都知道 他們不大會感動我們 他們都知道說 奇怪 上面叫我們來 但是 但是他知道他們來取締以後 我們是清算他 就是警察 他說 為什麼又不來中央 又不來軍 又不來總部 卻叫我們來取締車牌 很奇怪 就是他們 警察他也會去思考 一定是有問題 一定是有問題 為什麼你不來 你要抓頭 來這邊 你要來這邊調查 為什麼 你又不來調查 卻叫我們去抓車牌 去取締車牌 警察也知道 他去取締的時候 上面會有那個名字 或者他編號 有沒有 我們會記啊 所以警察會怕 他們 我們一接證 他就 他也知道說 他們會遇到麻煩 他們也知道 因為我們有一條是 有一條是怎樣 現階段 就勸他們不要阻礙我們 把台灣 我們要把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他們現在來取締 他們是在阻礙我們 以後我們會有 會一些懲罰 警察他也知道 因為他也會想 像偵察組他特別會想 他每天要看喔 他每天要去看我們官網 因為我們有偵察 我們在潮州 他們有偵察組 他們每天會去看這個官網 他要去看你們的進度 然後他去看有沒有做報告 警察都知道 他越看越知道 這是真的 他們自己變成 真正有在 國民黨有叫他們監控的 其實他們心裡一清二楚 他們都知道 這是真的 只有一些 一些會煩我們的 就是故意的 挑槓的 他就是 挑槓的就是 要自己理 那個 差不多十個 大概有一個而已 挑槓的 他就沒在那裡 沒有跟你信到 但是幾乎 警察不會動我們 還有很客氣 有的很客氣 有的會下來瞭解 然後下來說 你們 你們是 怎麼去把中華民國趕走啊 你們用什麼方法 他們會問 我們遇到好幾 他們是下來 讓他瞭解一下 他們不會抓紅牌 有的警察他們是很本土的 其實 一樣是吃公務人員 一樣是公務人員 有的是很本土 他也知道 因為他們在那個體系 他們瞭解 他們做了什麼事啊 說幾乎都是黑的啊 就是 你一定要在那個大欄杆裡面 他要分 你也要跟著 要不然你就會被排斥 但是他們也知道 你都是不對的 你像這個 我們 民政府一直以來 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都去過很多 去到日本天皇 還有日本的靖國神社 包括這個 日本前防衛廳長 他是愛知河南 就是我們講的 國防部長 以前他來的時候 他只直接找 中華民國的那些 副總統那些 然後 2013年 他來我們台灣民政府 他才知道 流亡中華民國政府 跟台灣民政府的區別 也誓言轉達日本相關單位 協保間隔群島決心 講到 間隔群島就是 我們說的 山腳骨 釣魚台 釣魚台是 就是 間隔群島 去年 歐巴馬來到日本 不是鬧很大嗎 歐巴馬來亞洲之行 來亞洲 他就去找日本天皇 然後他有跟那個 安倍金山 就講到 協防這個 美日安保條約裡面 就是 安保條約是屬於他們 保護的 一個 是屬於美日安保條約裡面的 但是 講完以後 中國 中華民國 沒人敢說話 有沒有 以前是 以前日本在那邊鬧的時候 他會把漁船啊 什麼船啊 五星旗中華民國旗 背了去那邊 抗有沒有 去那邊 要衝那個島 美國一講完的時候 全部 點點 他去年講 今年 歐巴馬 安倍竟然去到美國國會 歐巴馬他沒有公開講 間隔群島是屬於 美日安保條約 保護的範圍內 也是都點點 中國只有發表 一個中國政策 所以 如果我們是詐騙集團 我們可能去 我們可以去到這個地方嗎 這個 防衛廳長這個 愛智河南 他在日本是很中量級的人物 他會來 他會來我們這邊嗎 日本人他是最手心用的 他不可能去亂背書 他會來 我們是詐騙嗎 但是中華民國這些新聞 他沒有報在那個雜誌上 他只有在網路上 網路新聞他可以隨時可以改喔 像我他有很多新聞 他一登上去 結果 好像跟著我們台灣民政府 有點類似比較正面的時候 他有幾個小時 你再去找的時候 沒有啊 不就是改了 但是如果是報紙印刷出來的話 你就沒辦法改 這是日本皇宮 這是法新社的圖片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一車二車 我們那裡好像是 都要五車六車 全部站在 日本天皇前面這邊 這邊後面全部是日本國民 昨天民務長應該有講到 我們台灣人的敵人 我們二戰之後 我們是屬於日本天皇的臣民 講到這個臣民皇民 郝伯村連戰 選舉的時候不是講到這個嗎 他一通通都沒有來 就撥這個出來 一直在一邊走啊 真的他們知道要走了 所以說他也不怕 一直說說 你看 日本皇民啊 我們台灣民政府講的就是 我們是日本臣民 皇民跟臣民是一樣 以前叫做日本皇民 以前的日本天皇時代 所以我們在安排 日本皇公在安排的時候 我們是站在最前面的 這當天 好像十幾家的媒體 都有照到這個畫面 台灣就是沒有 這個法新社 我看下一支 這個 法新社 路透社 聯合都有 香港的也有照到 我們很多同行他的親戚 或者是朋友都在日本 他看到這個其實在裡面這樣的話說 哪有可能 因為不管全世界那個國家 你要進到日本皇宮 你必須拿日本旗 日本國旗 不可能拿別的以外的旗子進去 日本天皇 允許我們拿這個旗子進去 站在他的前面 連續四年 今年我們還會去 連續四年 詐騙集團我都在裡面 你說什麼 詐騙集團日本皇宮 哪有可能 這個都是要過濾的 因為我們去過 他們要進去之前 那個二重小之前 全部是過濾的 都有所謂都是 X官那些都會過濾 所以各位 你要有信心 我們絕對不是詐騙 我們只是把台灣人這樣 講給各位知道 詐騙的是中華民國 他是真的全世界最大的詐騙集團 一年 不是我們 所以台灣 詐騙七十年 對 有人上完這個課回去 都睡不著 我說 我說我 好像騙幾十年 氣得要死 很生氣啊 沒辦法 所以我們絕對不是詐騙 是中華民國詐騙 包括稅 什麼都是在 從你們的稅 副總 其實 最好就是有幫我來到現場聽課 聽完課他才知道真相大白 如果沒有來上課 一般你去外面講 那五一啊什麼 他會講一些 一定要來這邊上完課 你才可以幫我了解 台灣民政府 日本天皇 這是 民主長早期的新聞 那時候 大概三四年前吧 這也是新聞 我在網路上看到 我就把它截圖給大家看 我要證明說 我們絕對不是詐騙 新聞一直出 一直出 一直出 最近大部分都是講不好的 但是之前都不會好 我就說 一路走來 新聞出到現在 沒有任何的檢調來這邊 像美國情願 我以為美國是 我們台灣主要佔領全國 我們必須先讓美國回復佔領 然後再跟 以後可能會跟日本當年 到底都是日本天皇的 包括現在日本國 安倍晉三 只是他管理者 我是當事長 你總經理這樣 你看民主長 他拼了十年 拼了十年 2006年 現在2015年了 所以他一路走來很辛苦 以前我們來的時候 還沒有這個教室 沒有 就是 正早期是六關門 然後慢慢建設 慢慢建設 為了讓你們台灣人可以上課 以前民主長 因為以前 我們要找很早期 他們來的時候 沒有人什麼 要找人很難 來上課 整個民主長一樣照商 因為他把這事情講出去 讓你們台灣人知道 一個人他也要上 兩個人他也要上 所以他一路走來這個 幾年他很辛苦 為了讓台灣人 以後的子孫 要把這中華民國 一定要趕走 不過我告訴我 講到這個 你們知道旅遊業 現在旅遊業 不是一條龍嗎 有沒有聽過 一條龍就是說 中國的餐廳 中國的飯店 車他的 包括司機都他的 你們知道嗎 開車的司機 你們有沒有做過 沒有 我是聽到 因為我們會 包遊覽車上來 上專訓課 我就跟那個司機在聊 我不知道 那有 我們這些都他們的人 請問一下你們台灣人 還有什麼 我們這些都他們的人 請問你們台灣人後代以後 還有什麼可以做的 以後連 理髮 美容美髮 我現在 你們去看 現在去 很多地方 你去看 好像有的都是 抄那中國口音的 有沒有 像你們會常常旅遊 你們會不會常聽到 這個中國口音 在那邊上班的 包括學生 學生 各大校 都會有 很奇怪 我們時間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謝謝